大家好,我是艾圆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集散中心 骑场222,生霞43,蝴蝶40,飞猎手13,潮溪76 明朝一条龙1.0全收集 让物生霞骑场香宝箱飞猎手,潮溪自一件系,生蝶蝴蝶 好,那我们这一批要来到虎口矿场左上角这个中枢性标 这里的话我们先换出一个枪手角色 因为我们现在要去找一个飞猎手 那到这里我们把治疗转到西南方向地图转角 我们自己爬上去,在这顶上一个飞猎手 好,来爬一下 好,恢复一下体力,飞机 好,再继续往上走 这里跳上去 左手边这个飞猎手打了 拿到这一个飞猎手 然后我们再把治疗转到我们的西北方向地图左上角 从这边往岸边走 往岸边走啊,这里直接起飞 在这个水中央 水中央这里有一个这个叫做潮汐之仪 飞过来 好,来把这个怪清掉 好,那我们清到怪之后来拿到潮汐之仪的奖励 有机会派上用场 拿到奖励之后 我们再把视角转到我们的东方向地图右边 从这边我们要回到岸上 好,先爬上来这个树桩这里一个牺牲点摸一下 让它走 好,把它送到位之后 在我们的南方向地图下方 南方向地图下方啊,这边往前走 这里是一个打靶挑战 好,我们来做一下这个打靶挑战 好,这里的话是打靶挑战啊 有一个是在树背后 在树的背后啊 已经看到了,就在这里 好,那给它打了之后这边 拿到这一个起唐箱 好,这里拿到起唐箱之后啊 再把视角转到东南方向地图右边往下跳 前方这里是一个潮汐之仪 好,我们来清一下怪 好,那清了怪之后 我们来拿到这个潮汐之仪的奖励 从拿到这奖励之后 在我们的正前方 有一个哨塔 这里我们跑过去 南方向右下方 这边一个哨塔 在这个哨塔的顶部 有一个起唐箱 我们从温温户 我们爬上这个 爬上这个哨塔 拿到这一个朴素起唐箱 拿到之后往西方向地图左边 这边水中央 一个潮汐之仪 飞过来 好的,来把怪清掉 好,那我们清了怪之后 拿到潮汐之仪的奖励 拿到奖励之后 东南方向地图右下角 对面又是一个潮汐之仪 这边是打河吞 好,我们过来 好,清怪 好,那我们清了怪之后 来拿到潮汐之仪的奖励 拿到奖励之后 把四条转到东北方向地图右下角 所以我们要爬上去 爬会许 爬会到刚才那条路上 好,跳起来 来到这条路上 好,到这条路上 往东南方向地图右下角 这边往上走 就能看到前方 又是一个潮汐之仪 好的,继续来清怪 好,那我们清了怪之后来 拿到这一个潮汐之仪的奖励 好,说话 拿到这个奖励之后 然后在我们的东方向地图右边 这边有两个树桩 树桩的底下是一个 辅数旗舱项 捡起来 捡起来是一个旗舱项 东南方向地图右下角 这里我们往前走 前方又是一个潮汐之仪 好,抛过来 把这边的怪给它清掉 好,那我们清了怪之后来 拿到这个潮汐之仪的奖励 有机会派上用场 拿到奖励之后 继续东南方向地图右下角 把这边走到雪下边 走雪下边低头 好,这边跳下去 这里是一个 这个什么压力机关 那跳起来之后 我们再回头看 这边拿到这一个炸药包 然后回来 把这个荆棘给它炸了 炸了之后 我们再回头继续等待 炸药包给它拿到 拿到之后 再回来 把它放到这个压力机关上 好,这边再过来 拿到宝箱 物尽其用 拿到这一个基准机箱箱 然后再往我们的东南方向 地图右下角 这边跳下去 看猫点啊 再来看猫点 好,那你们也看到了 开了猫点 东方向地图右边 这边爬上去 上面是一个解密 爬上来 然后左手边这个捡起来 放到角落里 旋转一下 两下三下 好,把它放到这里 再另一边 另一边 这一个 最前方这一个 捡起来 然后放到这个角落 中间这一个捡起来 放到 放到 这个位置 旋转一下 两下 最后一个 放到 这个位置 这边 起床箱 接手 拿到它 有机会 拿到这一个起床箱 然后再往我们的西南方向 地图左下角 这边前方 这个集装箱 前方这个集装箱 上啊 搁过来 好 这里 拿到这一个基准的箱箱 之外的时候 拿到这一个起床箱 在我们的西北方向 地图左三角 西北方向 地图左上角 这边跑过来 这里跑过来 又是一个 朴素 起床箱 捡起来 请齐用 捡起来之后 我们再把石条 转到我们的东方向 地图边 在小地图上 这个任务啊 过来找这个NPC 接个任务 好 这边 接了任务之后 让我们连通什么电路啊 在南方向 地图下方 过来 好 然后我们清下怪 好 那这里清个怪之后 再跟着任务进行走 这边是那个什么电池 然后电池在我们左手边 这里直接 捡起来 放上去 然后南方向地图下方 这边这个 跑过来 电池丢在旁边啊 把这些电池捡起来 装进去 好 然后再回到这边啊 把这一个怪清掉 好 那这里清个怪之后 我们再往西方向 地图左边 跟着任务之影 跑过去 好 这个也就是 转圈那个啊 那我们走过来最右边这个 我们A一下 然后往左边A一下 好 接下来是我们的西方向地图左边 这个 这个跑过来 跑过来 它现在 现在我们要往这个 东南方向地图下方 A它一下 好 然后走过来往右手边啊 让它往右边转 转 走过来 再继续让它往右边转 再继续走过来 还是让它往右边转 再走过来 这个 再往它 再让它往右边转 好 再跑过来 把它推到目的地 好 接下来是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我们走过来 走过来之后 让它往东北方向 地图右上角这边走 好 然后再走过来往左边 就转一圈啊 往左 再往左 再往左 好 再往左 好 还是 奇怪 好 那这里我们对话完之后 对话完之后啊 然后我们现在往我们的东南方向 地图右下角 这边走过来 走到前方这条路上 一点这条路往前走 好 一直走过来 那前方这里能看到这个叫什么 住者啊 A一下住者 左边这个A一下 好 这个A一下 然后是这边 石头上啊 石头顶部这个 过来A一下 好 这边A完之后啊 宝箱解锁 敲起来拿到这个其他项 有机会排行用 拿到之后我们直接 直接打开我们的时间 调整到24小时以后 随便啊 好 那调整过来的话 在我们的东方向地图右边啊 这边就会出现一个NPC 以及这个任务的一个后续啊 我们来 接一下 好 现在让我们跟随他到什么车旁 好 我们走远一点啊 稍微走远一点他就会走了 那他让他走啊 让他走我们往东北方向地图上角 从这里爬上去啊 从这里爬上来 这里也是一波怪 我们把这波怪清一下 好 那清关怪之后 拿到这个基准枪枪 拿到之后 我们再回到任务指引的地点啊 去跟随这个冥虎啊 来和他对个话 好 这里我们被关起来了啊 那现在的话 我们要指挥冥虎 指挥冥虎 然后把这个解开啊 首先按一下让他朝右攻击 然后接着发命令让他朝前攻击 反正就是推箱子把他推到目的地啊 就特别简单啊 大家应该自己都能做啊 好 这样我们就能出来了 但是战神我们不能跳啊 不能跳 我们先出来 出来之后和冥虎对个话 好 现在我们先去拿武器 别的先 什么都不要拐啊 拿武器我们就能跳了 先跳不了也跑不了 特别难受啊 从这里往爬 这边这里往爬 继续跟着楼梯往上爬 好的 拿到武器 然后我们把这两只怪清掉 好 那我们清了怪之后 呃 这里给大家说一下 这个地方啊 这个地方是可以 再进来的啊 如果说你任务已经做了 但是你是图中的宝箱没拿的话 啊 我们在 这一个分辟的最后 最后的时候啊 结束之后 然后我会 带你们从另一条路 再走 再走进来啊 任务做完应该怎么进来是 是从另一条路来啊 好 那现在我们再往 南方向的下方楼梯往上爬 好 这边 继续沿着这个楼梯走上来 走上来 在我们右手边啊 这边有箱子啊 把箱子打开 最背后啊 箱子背后是一个 普出枪箱 捡起来用它 捡起来我们再继续跟着楼梯往上爬 把这边过来 把这门打开 好 那现在我们再把死角 转回到我们的西北方向 地路转角 我们回去 好 回来 这边门打开 在这个胶囊房里面 有两个基准箱上啊 来捡起来吧 捡起来这两个基准箱箱 我们出来 出来之后看到我们的西方向 地图左边的抬头 这边 这个扫塔旁边啊 这个木质平台上啊 有一个 朴素箱箱啊 爬上来 拿到这一个朴素箱箱 哎呦 掉下来了 好吧 那掉下来 我们跟着任务执行走啊 然后往右拐 好 这里的话 我们下去把怪清一下 好的 那现在我们再 往我们的东方向地图边 这边走过来右拐 好 在这边是 牢房 好 它们对个话 好 那对话完之后 我们右手边这里有个空物捡起来 捡起来之后 我们再往 这个东北方向地图的长角 这边走过来 这个也比较简单啊 我们现在身上这个 放到这个位置 好 旋转两下 放到这里 好 然后是 这边的三 这边有三个啊 我们先把最左边 这个四方形的捡起来 然后放到 放到这里 哎 丢错了 哎 好 放到这个位置 好的 然后再回头 捡起这个 双向的 双向的我们放到 放到这里啊 好 然后是 这边这边这一个双向啊 这个双向我们就 放到这里就行 这个还是比较简单的啊 那这里我们再往 东方向地图的边 这边走过来 这里的话 稍微有点意思啊 可以打开 可以打开这个笼子啊 打开笼子就放出这个 星星啊 星星会打怪 我们把怪清一下 好 那我们清了怪之后 回去打开 这个牢房的门 跟着任务之引回去 好 开了门之后 我们进入牢房 然后往我们右手边看 这边这里有一个 基准强箱 捡起来 酬牢 捡起来之后 我们再出去 从牢房这边出去 出来这里点击呼叫电梯 好 等一下 稍等一下电梯下来 上电梯 把这个怪清掉 好 清了怪 然后我们在这里 启动电梯 往上层走 上来之后 西方向地图左边 这边出去 然后再来打怪 这个可以直接打开 也是可以把这个星星 放出来的 好 我们来清一下怪 好 那我们在清完怪之后 再继续跟着任务指引 左边出去 这个任务就结束了 好 那我们再把怪清掉 好 那这样的话我们任务结束 我们这一批也结束了 这里我再给大家讲一下 这个洞口的问题 一个是在我们的背后 在我们背后 这里也顺水圈面上去把猫点开一下 一个是在我们背后 这里是我们出来的洞口 我们进去的洞口是在 是在这个位置 在这里 从这个锚点 敲下来 从这里进去 这里是进去的洞口 就是做完任务 找不到洞口进去的小伙伴 看了这里之后赶紧回去 跟着再跑一遍 好 那现在我们再上去 把那个锚点打开 这里我们直接开爬 好 稍等一下体力 从另一侧好爬一点吧 好 那开了进锚点的话 那我们这一批就真的结束了 我们就下一批再见 大家拜拜